台灣的政壇都是亂挺一通的 亂挺一通 其實政壇 因為大家有的時候在檯面上 上到總統下到里長 你都會碰到這個問題 你要當了 從男孩子角度 當了妻奴就很可怕 妻子的奴隸 只要老婆講什麼 你當總統 當市長 當立法人 當部長 你就言聽既從 那太可怕了 所以我當公眾市長 第一條就是我跟我太太講 你不可以 一步都不可以踏進高雄市政府 先下這個紅線要畫 你進了市政府 我當市長 你是市長夫人 市長老婆 這個怎麼弄 難做事 這第一個要求 很多夫人邊地下總司令去 對 你絕對不可以